大家好,我是宇牧 現在是20116月18日 寫這篇文章叫做《美工刀》 它是一種對曾經使用過某些東西的一種記憶 回憶的記憶 美工刀 也許你也有相似的經驗 你曾經使用過什麼東西,在你小的時候,長大的時候,或是年紀更大的時候 你用的同樣的東西,而你有不同的感覺 從這裡到那裡,總是有些東西靜靜的等著我們 我是一個使用物品很文雅的人 純粹只是習慣,跟本身的教養無關 物品會用舊,會耗損 我嘗試讓那些使用過的現象與歲月綁在一起 而不是與我本身產生關聯 什麼意思呢 例如說,我有一個仿同質感的鑰匙圈 它是 看起來是同做的,但它其實只是個烤漆而已 一個紀念品,一個鑰匙圈 它對我的意義可不是表成肚孽般的單薄 雖然逐漸掉漆 像是受傷的合成皮外套 我仍是盡可能的不敲不打,不離不棄 保持它應該有的形狀 直到有一天超過我的保護範圍 它的圓圈圈吊環被別人摔斷 我用黑色的軟鐵絲為它撞上一支 我在執行搶救紀念品手術的時候 美工刀不小心點了一下自己的手指 上面的一個救傷吧 雖然鑰匙圈順利完成修補 然而看著手指上的救傷 剩著心血 是一個很特殊的感覺 我的左手指有第一劫 有一處救傷 傷疤明顯沒有縫合的痕跡 它先來找上我 還是我去找上它 我只記得是幾十年前某一個還在上學的日子 第一次看到竹筷子槍 用到免洗筷綁橡皮筋的那種槍 它有很多根筷子與橡皮筋組合而成 並且可以用橡皮筋當作子彈來發射 我愛求半天換得同學繳械半天 他願意把筷子槍借給我帶回家玩 加上明天我就還他 還有絕對不弄壞的雙重口頭承諾 他答應我 我沒有弄壞他的筷子槍 卻弄傷自己的手指頭 當時父親正在廚房準備中飯 我小巧地尋找 確定在家中看過 卻從來沒有拿來用過的 美工刀 接著拿了很多很多雙竹筷子 以及躲到父親看不到我的角落 讓一切看起來是如此萬事俱備 對一個小學生來說 一把筷子槍的構造 複雜程度超過一台汽車 完全不清楚自己觀察了什麼樣的細節 只打算滿足某個欲望 我也要有一把 於是我開始進行山寨工作 遺憾的是還不到大功告成 結段的筷子長短 我要把每根筷子的長短 切成我要的長短 第一刀 扎扎實實的切在我的左手指第一節 傷口不大 但是很深 無論我如何按壓止血 傷口就像怎麼關都關不了的水龍頭 我以為自己可以繼續完成工作 然而父親端著中飯就看著我說 哪裏來的美工道 還拿那麼多筷子是要做什麼 的確啊 我要做什麼 那是我第一次使用美工道 突然間感到莫名其妙的初體驗 原來有的慾望 徹底的被痛絕淹沒 很多年之後 我看過了一部電影叫做做愛後動物感傷 大概也許類似可能是那種感覺 往後的日子我並沒有因為筷子槍的陰影 而不敢使用任何刀片 隨著時間 我似乎忘卻了有這個有機可循的傷痛 相反的我喜歡上使用美工刀 觀察常用的美工刀當中 它都可以分成兩種款式 一種是造型輕巧和其他的美工刀並無二致 控制刀片進退的滑動片 底下有一個下拉的卡榫 用於固定伸出刀片的長短 另一種則是刀柄很堅固 沒有下拉的卡榫 而是圓形的旋鈕 旋緊或鬆開 以改變伸出刀片的長短 當刀片磨損鈍化時 兩者皆可拆下尾端的塑膠裝置 用來折斷一格刀片 折斷了一格刀片之後 美工刀又是鋒利如心 於是我明白了美工刀片是可以折斷的 有一天我無意間發現 美工刀裡面竟然藏有另一個全新的刀片 只要拆除尾端的塑膠裝置 就有一個黑色的東西 也是塑膠做的 它是半圓形 把它往外拉 裡面竟然藏著備用刀片 當時我非常興奮 我覺得心裡想 如此一來就不用擔心沒有鋒利的刀片 於是乎我又明白了一件事 美工刀片 某種程度上是買一送一的 又有一天我發現自己的美工刀 都不會用壞 它一直都很鋒利 也從來都沒有換過刀片 所以長時間下來 很久才折斷一小格刀片 它又是鋒利如心 換人心 像是從來沒有寫完寫乾的一支原子筆 我開始懷疑 商店販售這一小組 黃色包裝的替換用的美工刀片 怎麼可能會有人去買呢 應該不可能用得到啊 所以我明白美工刀完完全全是一項 在美工刀內重疊的裝入兩三片刀片 這樣可以強化刀片的韌性 不容易折斷 另外還有人使用美工刀是把刀片全部都推出來 它用的方法不是切割 而是拉鋸 把美工刀當美工鋸來用 這些五花八門的使用方式 讓我重新認識了美工刀有這麼多用法 所以我決定打開自己 對所有已知事物的認知 也就是說 我認為 了解所帶來的衝擊 不是因為目睹了新奇感 也不是差異程度帶來的刺激 就是我這樣用 別人是那樣用 差異程度不同帶來的精神上的刺激 而是遠都遠賺的 搞了半天 體會不再受限於 只有自己知道那是怎麼用 打開自己的視野 旅途仍在進行 我相信衝擊不會只有來自於美工刀 有意思的是 願意打開視野的態度 可以面對多少的心與奇 承受多少的舊與煩 也就是人家說的未來或過去 或許他沒有那麼明確的界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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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碟 謝謝 片 片 lakes 管